而這幾天天氣真的是晴朗穩定 而且一天比一天熱 昨天台北都快要衝到33度了 昨天已經到了32度9了 今天同樣是多雲時勤 而且可能真的要衝破33度了 夏天的FU真的來了 但是到了晚上北風南下 全台低溫又可能會跌到 大概20 21度左右 所以明天開始封面接近台灣 東北部跟北部山區 又有降雨的機率了 禮拜六開始雨勢就會更加的明顯 這一波滯流封面 從禮拜六會影響到下禮拜二 不排除會出現局部的大雨 或是雷震雨 所以這幾天天氣一下太陽拱拱出來 一下又要下雨 一下要擦防曬油 一下要打雨傘 一下33度 一下要掉到21度 大家要特別的注意天候的變化囉